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做音式分解的方法 它叫做十字教乘法 先前我们已经学过了提供音式分组分解 以及用乘法公式来做音式分解的技巧 那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什么叫做十字教乘法呢 那帮大家复习一下 首先如果今天题目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两个一次式相乘是x加3 乘上x加4 我们运用分配率的性质 我们把这个两个一次式乘开来 x乘x就是x的平方 x乘以4就是加上4倍的x 3乘以4就是加上3倍的x 3乘以4就是加上3、4是12 好所以乘开来以后它的结果就是 x平方加4x加3x就是加上7倍的x 所以加7x加上12 好所以今天题目可能会告诉我们说 请把x平方加上7x加12 做音式分解拆成两个一次式相乘 好今天我们从这个结果 往回算算出了x平方加7x加12 但如果题目直接给我们 x平方加7x加12 我们要怎么样拆成两个一次式相乘呢 好那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把它乘开来了 好今天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如果二次式这边的系数是1 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是 这两个一次式的系数一定也是1 因为x乘上x才会是x的平方 好那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要想想看 那常数的部分呢 常数的部分是谁乘以谁呢 一定是这两个常数相乘 要是12 所以常数量数要相乘 要是12的话 这边我们可能会有几个可能呢 第一个是1乘以12 再来是2乘以6 或者是3乘以4 好 1乘以12 2乘以6或3乘以4 那当然也可以倒过来 是12乘以16乘以2跟4乘以3 另外我们也可以同时考虑的是符号的问题 两个数相乘要是12 也可能是-1乘上-12 也可能是-2乘上-6 也可能是-3乘上-4 好有这么多种可能 但是呢 因为这一题我们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们要解出来 x平方加7x加上12 它要是两个一次是相乘 我们已经可以很快的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结果 推回开头嘛 所以这边是x加3乘上x加4 那我们从这个过程中看看 有什么样 可以让我们去讨论的 这个部分大家看一下 中间是加上4x跟加上3x 这个加4x跟加3x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一开始我们是怎么成的 是x乘以4加上3乘以x 所以这个7x会是这边的x乘以它的常数 以及这边的常数乘以这边的x 然后结果相加而得来的7x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中间的这个部分 加7x是由3乘以x加上4乘以x得来的 这个x平方式由x乘以x得来的 这个12是3乘以4而得来的 那这个就是十字交乘法的 十字交乘法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如果在做十字交乘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写成这样子 x加3x加4 我们会把它上下写 因为这样子我们在做乘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的来把答案看出来 因为x乘以x就会是x的平方 3乘以4就会是加上12 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个交叉成 然后相加的过程就是 x乘以4是加上4倍的x x乘以3是加上3倍的x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会做出来是 x平方加上7x加上12 那如果题目给我们请因式分解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想成是这样子的过程 这个就是十字交乘法最基本的概念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